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不少的人开始对车感兴趣 因为人们已经有能力去购买一辆车 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觉得望尘莫及 最近就有一辆车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 从它上市起就有着良好的销量和好的声誉 所以一时间可以看到很多辆这个型号的车 这个车就是哈佛H6 但是最近有一个事件 一位车主刚刚提到自己购买的车 就被面包车撞翻了 车主就开始对H6的安全性有了怀疑 那么哈佛H6是真的那么不可靠吗 有一位H6的车主在购买车之后就驾驶着爱车回家 不料刚走了不远就发生了车祸 据这位车主描述 因为出事的那一段路刚休不久 所以没有任何的标志 车主想走一个劲道 却没有想到意外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一辆面包车从侧面驶来 直接把哈佛H6撞翻 车子被严重的撞击 很多地方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 车门的变形很是严重 幸运的是车里的人员并没有受伤 车主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还觉得心有疑忌 明明是刚购买的新车却遭遇了车祸 而且同样的发生碰撞面包车的损伤程度却低很多 这不由得让人怀疑H6的质量了 车主也表示 谁说哈佛H6安全性能高的 其实这件事应该引起哈佛系列车的注意 它应该增加车的安全性能 在发生意外的时候也驾驶着强大的安全感 这一个案例的出现 也不能完全的指责它不具有安全性 旁观者在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 要公正 公平 或可以妄自下定论散播谣言 同时驾驶者也应该注意 不管什么时候都应该遵守交通规则 不能存在侥幸冒险性能 安全驾车才是最为保障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